謝謝主持人,有請金管會顧主委,央行副總裁,顏副總裁,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董事長,代董事長,財經在這裡嗎,林國良嗎,財經公司的林總經理。 第一個問題,我先請教一下央行副總裁,你們今年對於中國經濟成長率估出來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並沒有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做估計,我們只是參考國際間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做看法。 國際間對中國經濟成長率估出來是多少,今年? 其實各家的差異都一個趨勢就是... 沒關係啦,你今年交給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業務報告,內容寫多少還記不記得? 抱歉,我不記得了 6.7 最近,中國有一個,事實上在專業學界,受大家非常敬重,貨幣研究所的副所長,向松作 他說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官方統計局的數字是6.5 實際上面,有兩種實際的測算,一個是1.67,另外一個是負的,代表什麼?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出來的數字是在欺騙世界,這個資訊央行有沒有掌握? 其實外界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估計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問題是說,向副所長,他所講的這件事情,央行有沒有掌握? 我個人是沒有特別看到 請副總裁回去跟總裁說明 央行對於中國經濟成長率,他的估算 或者是參考別人的估算,你參考別人代表你相信他嘛 問題是中國內部,在專業學界相當受到推崇的人 認為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做假數字,根本就沒那麼高 只有一點多甚至是負的 那代表的是什麼?代表的是說,中國那邊經濟的狀況 跟實際上的央行所提到才有會來的報告有相當大的距離 在這麼大的距離的情況下 對於我國的貨幣政策,對於我國的利率政策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衝擊跟影響 我先跟副總裁講 最近這段時間當中 我跟非常多關心這件事情的學者專家 還有食物界的人士交換意見 對台灣負面的衝擊會非常非常的大 我今天藉由質詢的機會先跟央行講這件事情 請你們預做準備 這個會期預算一審完 我會開公訂會 來直接處理這件事情 副總裁可以嗎? 您剛才提到那個財委會那時候我們估計 我們那時候用當時的大家對中國的看法 沒有關係啦 我現在就跟你講,請你們回去準備好 我希望到時候公訂會的時候 央行的表現不要讓大家失望 可以嗎? 可以